喂 喂 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 我们等五分钟 有声音吗 OK 那能看到右边有个东西拦着吗 就是GoToWebinar的那个一个软件 它可能有个pop up 有没有东西挡住屏幕 OK 好的 我们8点05开始 就没有东西挡住屏幕吧 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个软件 好像挡了一点 就是这个录屏软件 如果没有的话是最好的 还有很多的软件 等等 哦 要用工作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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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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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 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有什么 还能做 也出了一个 就是澳币一直在这个区间内震荡下行 那我觉得做外汇啊 最主要的一点是大资金 小单 清仓 这样才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这样心态好扛得住对吧 有点点亏损咱也不怕 这个市场的确是很容易赚钱 但是亏钱也同样是很容易的 我们一定要时常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 这样才能坐得久坐得远 对吧 那说到澳洲的经济 其实好不好 大家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最近是不是在City一直看到 不是在修路 就是在建地铁站 不是在建地铁站 就是在更新电车轨道 走哪哪不同 走哪都分路 是不是 有些客户跟我说他特别郁闷 本来对吧 来City是能够准时到的 可是没想到这电车全都停了 无奈只能迟到了一小会儿 这我都特别理解大家 因为现在City的确是 封路的情况特别严重 那大家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在2019年 这些事情突然就全都发生了呢 为什么2019年好像就特别的密集 其实基础建策啊 是政府应对GDP下跌的一种方式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政府通过大力的推行基础建设 他就能够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不对 那他就可以降低失业率 扩大内需 也就是澳洲啊 澳洲政府缓解经济放缓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我们接下来可以买一些 声音段段叙事 是不是网不好 现在好一点吗 还有别的听众反应这个问题吗 就声音有没有断断续续的 OK可以就好 那我们接下去就接下去说 好 那我们接下来啊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去买一些做基础建设的澳洲股票 去进行投资啊 像是TCL和LLC都是我一直很看好的问题 很看好的公司 TCL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 它是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管理和发展城市收费的 和城 管理和发展城市收费公路的网络 也就是说大家要开车上高速对吧 他们就收点钱 这个是很稳定的现金流 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组合包括了13条公路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也有两条公路 就是说它有总共有15条公路 都是可以收钱的 过一辆车收5块 过一辆车收5块 大家想一想 每天得多少辆车 它得收多少钱啊 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是不是 除了之前投资花进去的建设费 对吧 那到之后 其实就跟医疗有点像 就是一开始研发花钱 等到之后啊 真正的投入生产 或者是投入使用之后 它是一直在赚钱的 不需要什么特别多的维护的费用 这些都是比较少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TCL的年股息率啊 是4% 其实在基础建设公司里面 也不算太差了 4% 虽然说对比银行和Westfarmers 这种现金奶牛 奶牛可能会稍稍差一些 但是也不错 对吧 除了价格的上涨 我们还有股息率呢 岂不美在 那第二个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Land Lease LLC 我最近啊 在City啊 看到特别多Land Lease的logo 就在我家门口 也就是在那个 Little Longstay Street 就能够看到 他们最近又在建什么公寓 或者是建那种地产吧 反正我也不太了解 反正我最近就觉得Land Lease 这个logo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在City 那Land Lease呢 在澳大利亚 亚洲 欧洲和美洲 都有运营的国际化地产和基础设施集团 它的核心能力体现在开发建筑和投资 为客户提供创新的集成解决方案 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做什么我全包 对吧 像是他在7月的时候呢 跟科技巨头谷歌签下了210亿美元的大单 他的年股息率呢 可能就比TCL少一点了 是2.21% 那他和谷歌签下这个大单之后 他的股价的确是一路上涨了 而且上涨了很逊 是在那个San Francisco 在那个中文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美国这么个地方 210亿美元的大单 足够他之后 2020年 2021年的所有的收入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 他虽然说签下这个大单啊 但是他的钱还没有收到 但如果说做过工程 应该就知道 他这个钱是一份一份给的 包括做地产开发也是一样的嘛 银行给你的贷款是 你做到哪批到哪 做到哪批到哪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收入啊 之后都会体现在他的财报里面 他现在呢 的确是涨了 但是涨到头了吗 可能还没有 他可能还会继续涨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两家公司 我自己也都买了 正好说到股票 就想跟大家聊聊金矿股嘛 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不知道的 我也没办法 对吧 那个可能也有一点 那之前我们的同事Coco 在三月份就推荐过金矿股 NCM 大家可以去问客户经理 要一下我们当时的股评 写的特别详细 特别的有理有据 很丰富 当时的价格呢 在25块左右 之后金矿股也跟着金价 一路猛涨到了38块8 后来呢 也就是现在啊 又回到了28块8 那我们可以知道金矿股的波动 其实比黄金是要大得多的 当时黄金啊 也就是从1280涨到了1550 差不多涨了20% 可能都没到 那金矿股呢 就已经翻倍了 那年初像是 19年初的时候 Jacky公开在公众号啊 还有我们的电台里面 公开推荐大家去买涨黄金 那手上有黄金和黄金股的朋友 也不用特别担心 不用担心就卡 就是套牢或者什么的 黄金的 那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黄金我个人还是很看好 自己在那个报告中也有写到 就是每每个礼 每个礼拜会给客户写一些 给我们VIP客户写一些推荐报告嘛 也是一直建议大家在1460和1470 可以逐步的建仓 但是我给的建议一般都是 比较稳健的那种 就不会说大家啊 1460买一手 1470再买一手 我这人就特别胆小 就给大家建议都是0.05 买个5盎司差不多了 对吧 因为我们是要做长线的 而不是做短线对不对 如果您是做短线 那您可能一手一手买 那咱们做长线的呢 就把目光放的长远一点 就像我刚才 跟大家说做外汇嘛 我们要大资金 清仓小单的去做 才能做的心态更好 更稳 对不对 那我找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黄金 不知道被我扔在哪里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做一个template 然后这样每次用起来都很方便 其实黄金 大家可以缩小了看 2019年 它整年的趋势 还是一直在上涨的 就算下跌 价格也从来没有跌破过 维加斯隧道 对不对 它一直在维加斯隧道的上方 进行徘徊震动 或者是上涨 那如果说我们把现在的这个情况倒回去看 倒回到2018年底和2019年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其实现在的这个走势 和现在的走势有一点相像 我如果拉一个支撑的线出来看的话 然后再拉一根最近的走势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黄金现在是一个正常的回调 而且它是一个梯度上涨的趋势 给大家一个进场的机会 而不是说一直在猛涨 然后一点机会都不给了 很可能那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 也就是年底和明年年初 黄金可能依然在这个阶段徘徊 但是明年一整年 就像Jacky给大家发的 投资的2020年的投资机会 黄金还是依然看涨 那说完黄金的走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几个比较火的黄金股 一样是用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我们可以看到NST 它的价格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上涨的趋势 它的红线组和蓝线组已经开始交叉缠绕了 而且它自己的价格也从8块9已经涨到了10块2 今天呢也是微涨了一些 涨了两块钱嘛 现在两块钱不到一点 那我自己呢也是再一次的入场 希望它能够突破这次维加斯的隧道 那如果大家想要保险一点的话呢 可以在它突破维加斯隧道的这个位置啊 再进行买涨 也就是说它价格 收盘价格高于10块3毛4之后的一天再去买涨 这样子的话呢是最为稳妥的 那我看完了NST呢 可以看看NCM 那大家觉得NCM现在怎么样 NCM呢 它现在的红线组还是在蓝线组以下 也就是说明呢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的趋势 也没有反弹的迹象吧 对就可能我个人的话可能会选择NST 而不是选择NCM 因为NCM的下方支撑位是在24块7毛7 如果说没有一个强的公告 或者说是一个信息 新闻让它进行一个趋势的转变 它可能很难直接就掉头回上30块钱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选择NST 而不是选择NCM 但NCM的确是澳洲最大的金矿公司 它也的确是值得投资 只是现在的价格还不是理想的价格而已 有客户问就是两根实线代表什么 两根实线是维加斯隧道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叫Vegas 那一根呢是169的Exponential 也就是指数移动平均线 一根呢是144指数性移动平均线 那也都是Close的 Close的价格去设置的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软件去添加一下 然后下面用的呢就是MACD了 就不多介绍了 MACD还是挺火的 那如果说现在已经有黄金股仓位的客户 可以做空其他几个黄金股 对冲一下风险 对吧 那因为我们GoMarkets平台呢 不光可以买涨 大家也可以买跌嘛 对吧 就是做空 今天又有很多 又有两位客户问我 哎Joy啊 做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是不是应该先去买 然后再去做空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做空和买涨呢 只是一个金融的工具而已 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拥有这个股票 才能去做空 而是只要有人愿意把这个股票借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做空 然后如果它价格很低 那我们再把这个股票买回来还给它 那我们就收获它中间的利润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呢 大家其实不用很担心啊 那这一段 那我怎么去找谁愿意买给我 这个咱们GoMarkets都帮您已经做好了 只要您直接买好 直接去点那个Sale by Market 就可以去做空了 那如果说您本来有仓位 那您就不要再去重新去反复的去点Sale by Market 因为这样的话就等于开两单了 您直接点大差平仓就可以了 就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我发现很多客户在一开始都容易犯这样子的迷糊吧 也不是迷糊 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可能会操作失误 我也不希望大家在这个方 这个上面浪费钱 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最后呢 把另外两个数据也都讲一下 然后就开始答疑 我看到有客户 有听众想问一下 APX怎么样 我们之后也就一起来看看 它的技术分析 我之前礼拜一的时候呢 就觉得美国肯定是不会降息的 这原因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非农数据 每一个都超出预期 是不是 经济这么好 凭什么要降息 对吧 所以说它 它果然就是今天早上也没有降息嘛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大家以后可以看这个 国家是不是需要降息 就先看看它的经济数据 像是澳洲这种 就是铁定还得降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个月经济数据烂得一塌糊涂 四个 出了四个数据 一个都不达标 特别的让人心碎吧 就是什么零售数据啊 进出口月率啊 通通都是远差于预期 我估计那些分析师都快 看掉了头 那第三个呢 就是欧洲的央行公布利息决议 利息决议 前面两个都没有问题 什么央行主要在融资利率 百分之零 有点过分吧 就百分之零 相当于就是借钱 不收利息呗 对吧 那最后一个呢 欧元区12月12日 欧洲央行存款机制利率 居然是负百分之零点五 如果大家之前听过Jeky的网课 应该也知道 就是欧洲啊 开始了负利息时代 什么叫负利息时代 负利息时代 就是钱存在银行里面 越存越少 9月12日 欧洲央行将欧元区的存款利率 下调十个基点 至百分之负零点五 同时重启量化宽松的计划 欧元区正式进行了负利率时代 不仅是欧洲 像是我们之前说到了 美国英国欧洲全世界都在不停的降息 然后中国们在降转 对吧 其实就是把更多的钱打入到市场里面 但我们也要想一想银行是怎么赚钱的 银行的本质啊 是通过支付利息的方法 刺激老百姓将钱存进银行 然后银行在以较高的贷款利率 然后把这个钱带出去 并依靠这中间的利率差价来赚钱 对不对 那现在央行把存款利率改为负数 那存款的金额会大幅的减少 这就对银行不利啊 那银行根本就没有钱去放贷嘛 对吧 但为什么银行要这样子做呢 其实是因为它不得不做 因为银行啊 它尤其是就是主管银行的央行 还有另外的作用 就是推动经济的发展 那当前欧洲的经济比较疲软 那投资和消费都很不足 那这个现象如果持续下去 就会导致欧洲的经济 进入严重的衰退期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降息对股市是好事 但是对经济来说 其实也就已经预警了 就是现在的经济 真的全球经济都很差 降息就是为了应对这个经济衰退 那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降息之后 我们老百姓啊 就只能拿把这个钱拿出来 投资股市房市或者是债市 从这样去拉动已经疲软的经济 要不呢 就是一了百了 对吧 与其存在银行里面不停的贬值 不如拿出来 咱们就去消费嘛 去买东西 但是我觉得像咱们中国人 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对不对 有钱当然得存着 特别是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对不对 更得存着了 所以说中国人会更偏向于去投资 然后从投资上赚更多的钱来弥补 我们在利息上的损失 但是我也挺害怕 就是这种过度的投资很可能会对澳洲的股市 或者说是房市上面会产生一定的泡沫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就是把钱全都放在股市里 也像Jacky说的 就是2020年可能前半年股市的确是还不错 那后半年到底会怎么样 谁都难说 机构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是可以在现在这个价格 去买入黄金 去做一个避险的作用 对吧 其实现在的黄金的价格从2008年2009年那个价位来看 其实真的算是很低的 大家知道2009年黄金高达多少美金吗 我记得是1980 1980美金一盎司 那现在的价格呢 还是1475 就算大家去买一些经营首饰 现在也应该都是比两年之后要赚的 就是这么简单 这里也就放了一下Jacky 之前给大家带来的2020年的投资机会的盘点 黄金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吗 对吧 因为降息降转 大家手上的钱贬值了 所以说呢 应该买入一些黄金去进行一个保值 或者说避险 那奥牛呢 今天我也给客户群发了消息 就是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低 那我们2020年的最高看至1.09 这个是有依据的 像是过去新西兰的大选 那奥币对纽币的价格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再倒回来 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跟之前是不是很相像 那这也是我们投资奥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而且Jacky一直在电台里面也说嘛 就是奥牛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可以投 包括今天早上的广播 Jacky也有提到 我记得 是因为新西兰它的工资比澳洲要低一半 但是股市居然比悉尼还贵 而不是房市居然比悉尼还贵 然后股市啊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翻了三倍 所以说泡沫很多 我们是不太看好新西兰的经济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觉得英镑对美元 大家可以稍微买一些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提掉的嘛 触底反弹 我觉得现在买还不错 因为事情不能比现在更差了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拆拿50 这个之后呢 也会发给大家 或者说大家可以截个图 自己留一留 或者到2020年的时候再倒回来看 2021年2020年年底的时候 再倒回来看 我们给我们GoMarket 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投资机会 到底准不准 准确率有多少 那今天呢 除了Jackie这些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投资机会 那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 邦美 澳美 外汇 就已经有六个投资机会给到大家 还有之前说的几个股票 对吧 LLC TCL NST 还有上次网课说到的一些零售医疗金融和科技股 那大家呢 整体的就是去做一个比较好的Portfolio Management 那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资产配置了 其实Portfolio并不是说很难去配置 只是我们要清楚它的风险在哪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它 知道这一点之后啊 就心不慌啊 也腿也不软啊 就不虚了 是不是 就对自己有一点信心 一直要不忘初心 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产品 投资这个产品 如果说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那我们就继续持有 而不要特别的犹豫或者说纠结 它短期的波动 像之前 我们还有15分钟 那现在就是一个答疑的环节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就是发在提问区 有客户问APX怎么样 APX科技股吗 人工智能 之前我跟我们的分析师Osborne一直都很看好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调查 觉得它特别的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有时间去积累的公司 而且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也很火 它自己本身做的呢 并不是说我去给你的公司量身定造一个人工智能 而是说我这边有我今年累月积累下来一个庞大的data的pool 然后呢不管你想要去你的公司想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 我都能够把这个训练人工智能的一些data给到你 然后让你去培训 就是造出一个比较完美的人工智能去适应你的市场 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APX它的价格波动还是挺剧烈的 而且大幅都是向下的 我在这个时候呢不太会进去买 但是从长期来看 我觉得APX这个公司还是很有潜力的 当然它最近的表现的确是让投资者很失望 就一直跌跌不休 但是其实最近的科技股表现都不怎么样 特别是澳洲的这些科技股 对不对 但是相反啊美国的科技股就是越来越强势了 像是微软呢 Apple啊 或者说是 我之前提到Walmart 他们都一直在创新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与其在澳洲 就这么几个公司给你选 不如在go markets开通美股的交易 去买一些美国的股票 美国的科技股可能增长性更好 然后稳定性也更强 因为就像我之前Glane Waverley的讲座也提到 就是澳洲的科技股 它普遍的那个PE ratio都比较高 它的那个 也就是说它的泡沫比较大吧 大部分还有炒作的成分 不管是APX啊 还是Afterpay啊 还是Ystack啊 可能都有不少泡沫 有客户问原油怎么样 原油 这个大家可以下节课问Jackie 我对原油这个产品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Jackie是 我记得他在报告里有提到就是现在还是看涨 但是长期呢也是说不好 我记得是这样 因为在我们go markets买入原油 它是赚昌息的嘛 那现在原油的价格其实是历年来 也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 那我们不妨就去买一手原油 然后UKO USD嘛 然后放着 然后去赚这个昌息 一天呢 一手原油也有三澳币的昌息 可以给到大家 那一年呢 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亏 如果说长期的放下去 但这个利率可能会改变 这个主要还是根据国家 或者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率来决定的 但是现在的利率的确是挺高的 而且是正昌息嘛 谢谢大家 要不要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记得这些图案 但是你们在试试上 我记得了 那你会记得了 那么你会记得了 那你会记得了 我记得了 那么你会记得了 对吧 那你会记得了 我记得了 那你会记得了 我在看大家的回复 演示一下如何买棒美 我们找到GBPUSD这个产品 添加上然后点这个New Order 然后呢输入您想要买的 Volume对吧 然后呢就可以点Buy by Market就买上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单 就有一单0.1的棒美 看到没有就买上了 当然现在我不建议大家去大肆的去买入英镑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英镑还是在连续的上涨 就说明大家其实对保守党上台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毕竟大选总归是我怕担心会有一些意外嘛 所以说也不建议大家去重仓英镑 就大家0.1啊0.5这些应该都是没有大问题 只要设置好止损 看到情势不对掉头就跑 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就是英镑 然后有客户问A2奶粉怎么样 A2我记得涨起来了 我个人是很少做贸易股的 因为我觉得这这些贸易股跟那个中美的贸易谈判关系太紧密了 所以我不太喜欢 但是A2现在这个价格走势 我们也很明确的可以看 它是在一个向涨的走势当中 因为它的红线组是在蓝线组织上的 大家今天问的股票也是比较多 NAN NAN它还是在维加斯隧道之上 我今天看了好几遍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医疗股也是重仓的 如果啊 但是如果说它价格一旦跌破 那五点五块八 那可能就要警醒一下了 说不定是它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说不定是它的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但是啊 换句话来讲 只要它的价格没有跌破五块八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它的价格也有过猛烈的下挫 但基本上触碰到维加斯隧道之后啊 就会有一个比较强猛的反弹 所以说这波应该也是类似的 只要是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那我就会继续持有 我也很期待它2020年的年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 嗯 惊喜吧 有客户问A2 不经过美国中转 怎么和中美贸易有关 那中国 那A2啊 的确是不经过美国中转 但是 中国会出台很多政策嘛 你有没有听说过 是吧 就是限制奶粉的进口 对A2的价格有没有影响 直接从18块钱 啪哒就跌到了11块 它这个产品啊 如果说出口 就必须得靠 得听那个中国的政府的脸色 它想你进多少 你就进多少 它出一个政策 你就得跪下 特别是现在猛牛已经收购了贝拉美 对吧 那你说A2的市场肯定 那如果说我是中国政府 那我当然大力扶植猛牛旗下的贝拉美了 去铺开它的营销 为它做宣传 对不对 那是不是会挤压A2的市场呢 还有一些软件操作上的问题 可以大家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微信号 然后去问我们的小助手 它的微信号二维码在这儿 大家可以扫描 添加一下 那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讲解了 WBC银行股 还不行 我今天也看过 银行股还没有跌到头 跟上次网课我说的是一样的 银行股还没有跌到头 如果是真的是已经出底反弹了 我们会给大家发消息的 包括迈哥和迈克和Jacky的网 电台也都会提到 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同志大家去进场买入 那现在的话 我的个人倾向还是做空的比较多 让WBC可能会在23块钱这个地方只跌 那如果说您想要去买一些WBC的话 那就可以在23块2的这个价位挂一单 可能你挂在23块5左右 这样的价位就比较合理 其实也就差个0.5 多也不多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自己买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TCL TCL还有LLC 我都买了 NST也买了 然后WEB也买了 就是Webjet嘛 那个做旅游的 我自己是一直很看好这个公司 因为我觉得他去年的财报特别好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涨起来 而且他的那个新的业务 叫Web 叫Webroom还是 叫Webbed 叫WEB 然后BED 他是自己创新的一个业务 我觉得很很新奇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股价居然是一跌再跌 我个人是觉得他是被严重低估了 他至少也得有14块钱 我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在11块多的时候呢 就经常买弱 包括他跌下来的时候 我又继续补了点仓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多了解一点 TCL负债率挺高的 是吗 可以看一下 但是如果说他持续有现金的话 那负债率高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对吧 只要他能还得上 这都不是事 当然如果还不上 现金流突然崩溃了 没有人去开高速公路了 那就有点问题了 A&T就有点 怎么说呢 现在的价格 在接触到维加斯隧道之后啊 他的确是遇到了很强的阻力 然后呢又有一波下行 现在红线和蓝线又缠绕在了一起 很难说 他是上涨的空间 力度更大 还是下跌的幅度会更强 但是我已经上了麦哥的船了 我已经买进了 短期我也不会抛 就可能在观望观望吧 炒仙谷的散户什么心态 天使投资 我个人觉得买仙谷就是天使投资 对吧 我们买十个公司 有钱的大户买十个公司 只要有一个 对吧 像afterpay这样 他就赚翻了 那别的九个公司全都亏损 亏的一分钱都不是人都没有关系 当然大家有这样的胸怀啊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胸怀和气魄 去一直hold住afterpay这种公司 一直从他从一开始默默无闻的六块钱 涨到现在的三十三十六块最高 最高 对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胸怀和气魄 才能够去做天使投资 去炒仙谷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啊 听我一个小时的网课 那大家之后呢 也可以在YouTube上查看我们GoMarkets的回放 那今天我们GoMarkets的一姐 也就是我们的coco 也发布了他的奥股和美股直通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不错 特别养眼 对吧 好 那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